那么因为有了一季报的表现不佳 而且这个表现不佳是略微 我觉得是略微超预期的 那么就有了一次 向下调整当中的放出天亮 那么天亮形成反价 现在就是天亮形成反价 就那天的220多亿 北向资金参与的 单日卖出37个亿 这个反价使得最近两天 在没有北向参与的情况之下 还没有能力反弹 那么这里头就形成了成交量新的堆砌 这个是我们单纯讲技术造势了 这是属于博弈过程 那么后面它还有一个定向蒸发 定向蒸发乐观的会看到 手中有钱 有粮心中不还 那不乐观的就是会看到 会有筹码的供应增加 会有对业绩的稀释 这个我觉得是要允许 投资者或参与者 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的 这个分歧还是可以有的 对吧 那这个220多亿的这种 历史天亮成交反压之想 在它的下面都必须认为是弱势 而且要转为强势 现在是很漫长的过程 因为要转为强势 它得回到500以上 在现在市场弱势环境 要单独反弹30% 那你得非常强的外部推动力 才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走作是非常明确的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比亚迪 比亚迪最近两三个月里头 其实一直是在靠它每个月公布的 营销数据来维持市场气氛 我的观察是这样 不知道你们的观察是什么样子 就是每个月公布出来的 销售数据还不错 然后你可以在媒体上面看到 有很多很多人 有的可能是投资者 有的可能是观察者 有的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总之就是每个月的销售数据 成为提振的催化性 但是从走势上面来讲 它已经形成了下跌过程当中 在搭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搭的很长 往上走难度很大 往下走就会走坏 就会走坏 所以这里其实是很敏感的 那么非常不巧的 就湖南这次出现的这个事件 确实是很意外 因为湖南这事件呢 是前后两件 第一节的时候呢 是出现员工的这个跳楼事件 以前呢 我们在别的企业里头也看到 就是也可能呢 就纯粹是因为员工 个人的事件 但你堆在一起 总是有个苏导不及时 或者发现不及时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再加上这次 这个污染的这个问题 这个呢 对调查组呢 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对调查组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对走势来讲呢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 从做投资的角度来讲 肯定是不读的 肯定是不读的 因为呢 在疫情之下呢 维持销售数据的持续 这个向上是难度非常大 说不准哪个月就掉帘子 第二个呢 它原来呢 有这个先订货后供货 就产能跟不上 这样的形成的一个 销售这个积压的问题 也未必呢 表明现在呢 就卖的特别好 因为全行业来看呢 销售呢 在往下走 四月份呢 尤其明显 所以呢 这也是呢 这个走势呢 是 我觉得对老手来讲 肯定是很小心的 这是第二个指标股 那么另外呢 像茅台五粮月呢 它主要是疫情影响 现在呢 也处在这种下跌抵抗当中 也没有走出结果来 本来茅台呢 走得好一点 但这两天呢 也开始回调了 也是一个再次调整的一个状态 五粮月呢 估值已经 看得上是比较低了 但走势上面呢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 第一步信号 也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 这几个呢 对在一起 这是指标股的 这部分 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